一群来自台北市的同心华德福教育机构的孩子以及家长们深入石门山区 来到山中的农场拿着镰刀收割稻子 亲师生们一起进行一场特别的石农教育 而孩子们与家长脱下鞋袜 赤脚踏入天土中弯着腰割下一束束的稻碎 有别于都市以及课堂上的教学内容 亲师生们在这一场农事体验中感受到不一样的农家乐 今年再生到的话 它那个植还算不错 所以说我就会把它割起来 然后刚好今天是台北那个华德福的慈兴学校 他们来这边要做这个农事体验 很清新说今天天气也没有下雨 不然连下了十几天的雨 就来让他们来体验一下做这个再生道的割道活动 然后也一方面的话 这个算是我们的先前的练习 让他们体验一下这个稻子要如何去割它 或者说明年的七月份他们如果说还再来的话 这样再就有一个经验 特别不同的是往年石门区的稻米通常只有一次收获 不过今年很幸运的再生到生长的状况还不错 数量可以再收割一次 因此在这个季节来自台北的孩子才有再次体验的机会 而学生们在农场主人的指导之下有模有样的收割稻碎 就像一个个的小农夫 不是第一次割稻 但来这边是第一次 那跟之前割稻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呃 这边 这边有地方是干的 我比较喜欢干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湿的有时候陷进去就拔不起来了 然后还要很辛苦才拔得起来 所以觉得农夫辛苦不辛苦 辛苦 为什么有时候 呃 因为有时候啊 还要 蛮腰的 对 然后就会要算北投 因为在都市里比较没有机会 就算是在农村也很 没有机会来体验这种收割的 收割的体验就这样 那所以今天踏进泥土的感觉 差一点拔不起来 土还蛮深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所以以后还会带小票 会啊 我们有好多次会来这边 然后通常以往 我这种再生大的话 就植如果说比较差 我就让它下去打成做肥料 带它的稻壳的那个稀有元素 那现在植比较好 就再收割一次起来的话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就可以再享用一下这个月光米就对了 农场主人表示 以往因为环境气候因素的关系 石门的稻田 只有一次收获 而到了秋冬季节 田里为数不多的再生道 都是作为增添地利的肥料之用 而今年还有数量足够的再生道 可以收割孩子们是相当的幸运 也期盼透过今年难得的再生道收割 要给孩子们特别的使农教育 让学生们也感受一回农家秋收冬藏的喜悦 记者料品含虚们采访报导 也不想收割 我来说 稍后 尔子